对脏话道歉其他的没有 道歉归道歉 但我不收回 这据红星新闻的报道 4月21号黄子涛发文 就电影节发表的不当言论道歉称 言行起到了不好的示范作用 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并且补充了以上这番话 网友们纷纷安慰 你没错你道什么歉 人人都要有职业操守 老外也不例外 起因是什么呢 4月20号举行的上海格子旗音乐嘉年华 黄子涛本来应该跟外国著名DJ小马丁同台演出的 结果对方却提前一小时上场 导致黄子涛无法按照原定的方案上台演出 忍无可忍的黄子涛在台下开直播直接硬钢 事后上场跟粉丝解释时 忍不住标了句英文骂人 对此小马丁却回应称 开始沟通的很清楚 没有和子涛一起登台的安排 表演当天听到的是不同的说法 尝试了一切可以同台的办法 不过这个解释 似乎并不能够令人信服 演出海报上不都写的清清楚楚吗 我发现很多人都在讨论两位咖位大小的问题 如果爆料属实 这就是尊重与不尊重的问题 主办方你们不出来说句话吗